我们新频道的同事是很耐力的 所以有很多节目将来会有字幕的选择 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 你喜欢看普通话的简体字 简体字可以选择 或者是繁体字都可以 威威在美国上市 这家公司上市三年左右 我也有买卖过的期间 其实很多人将它比较香港上市的微盲 还有有赚 主要有两个业务 一个就是target marketing 就是精准营销 另外一个就是SARS 提供一些软件给人在网上做生意的业务 都是一家正正牢牢的公司 但是它的客户 多数是一些比较大的客户 像P&G这些 而微盲、有赚这些是一些小的商户 大家的客户是不同的 由于NASDAQ上市 所以亚洲投资者比较少认识它 所以导致它现在的价值算便宜 因为它和微盲的生意额差不多 但是它的市值就是微盲的五分之一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让威威介绍一下它 让大家认识一下 我想香港的投资者比较少认识它 欢迎大家收看威延华夏 多谢大家起这个名字 我在深圳公司说 你可以访问大陆的经济 人物、投资、生活等 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提议 所以今集我在Facebook有个介绍 我放给一家NASDA上市公司 它的主席是香港人 但是CEO是大陆人 通过微信的小程序 来帮客户推广 它的客户包括了 P&G、Mcdonald、Estee Lauder 全部都是大品牌 但是其实香港人不是很熟悉的 香港人就是熟悉了微盲 即2013年 但微盲其实做过一些都类似的 包括SARS的 但微盲和它的收益差不多 但微盲的市值是它的五倍 我觉得这间公司是没什么被人留意 但是其实是挺好的一间公司 先说明一下 我没有收到它任何广告 这是纯粹一个information的访问 那我上第一集就访问它CEO 它又是什么清华博士 又是Yahoo 有几间大型公司做过 然后自己创业的 所以问一下它究竟在整个大陆的媒体 它们怎样帮国际的品牌 甚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香港中小企业可能它都会受的 即是怎样帮这些品牌 在这些微信 什么抖音 来到吸引客户 这个很interesting 还有问一下主席 究竟这个公司的股价 将来有没有前景 和微盲 有赞比 究竟哪个好些 我一会儿都会访问他 一会儿我们来 就是问一下他 究竟整个大陆的市场的发展 我觉得很有趣的 OK 一般我们在内地访问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我们都会说唐总、杨总、李总 但是坐在我身边 这个艾克雷的CEO 他本身是博士 以香港人的习惯 我觉得还是 应该称他为唐博士 唐博士 唐博士欢迎你 你再次欢迎你 谢谢YY 嗯 那么我看他履历哈 他的履历呢 是非常厉害 清华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所以为什么叫他唐博士 另外呢 他的这个经验呢 也是非常丰富 啊 香港人熟悉的雅虎 嗯 还有之前的腾讯 还有哪间公司来的 Microsoft 还有微软 Microsoft 他都是做过的 然后是毕了业 Microsoft 然后 雅虎 然后腾讯 对 最后再出来创业 最后就iClip 做了老板 OK 啊 其实我想跟你先聊聊天啊 唐总 因为我刚才吃饭的时候 有聊聊天 就是说 我发现呢 国内人呢 就是 就是创业的精神呢 是比香港要多很多 就是说 我经常说 遇到一些人哈 就是说 我之前在 在一个朋友介绍 这个 两个北大的 北大毕业的 然后做了 打了十年功 然后自己开始创业了 两个人都是 然后你也是 清华毕业之后 在大公司做了几年之后 都是创业的 是不是这个创业精神 在内地好像比香港要 要普遍的多 这是什么原因 你觉得 呃 我自己感觉啊 这个可能是 跟这个中国 这么一些年经济 快速发展 这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中国这个改革开放 这40年嘛 尤其是 你像 九几年 然后00年之后 这个中国的互联网经济 快速的发展起来 所以呢 而且中国的这个 经济体量又很大 所以一些特别优秀的 一些人才 他们往往愿意去探索 更好的一些 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那么 对于这种 优秀的人才来说 应该说创业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 但是不是因为香港可能创业这个成本比较高嘛 会不会就是租金有贵 人工有贵 所以国内就觉得创业是好像大部分的出路 是这意思吗 对我自己感觉可能香港是一个更多是一个establish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对 非常成熟 那么国内呢 因为这几年相当于十年之内走过了其他国家可能几十年的这个发展的历程 所以这个发展的空间特别大 而且国内的这个这个消费者的人群的数量也很大 这个经济体量也很大 各行各业一旦产生规模起来以后 这个发展空间就是想象空间尤其大 所以的话这就使得很多人愿意去做一些尝试 对 哪怕比如说在国内你做一个几百万人的这种用的这种APP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几百万人 但是这个香港可能总的人口也就几百万人 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对比就非常明显 对 其实如果我跟唐总说 我的节目很多人看的 好的时候有十几二十万 普通的时候有几万 我觉得唐总一听可能都不会接受我访问的 说你节目这么少人看我干嘛浪费时间 但是大家follow我的人都说啊 威威这个威延大义或者我最新的这个节目 大家都知道啊威威 但其实十几万对在国内来说是开玩笑的数字是吗 对 我觉得就是在香港其实威威这个节目已经非常好了 但确实像威威说的就是在国内呢 包括我们帮我们很多的这个品牌客户 帮助他们去触及到一些消费者的时候 通常一个campaign可以触及到上千万的这种audience 所以确实国内的这个人口基数是不一样的 市场规模也是不一样的 对的确是 其实我想想哈就是说如果像北大呀清华这种 这么好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哈就是一般来讲 你们都是说工作几年然后就创业 如果不创业的话都没面子是是有这种 我觉得也不一定完全是啊 但是应该说我的同学包括一些师兄师弟里面 创业的这些人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会选择比较稳定的一种职业发展 也有很多的师兄师弟他们在一些大的企业里面做到高管啊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条发展路线 但是你自己就我想最顶尖的都是自己来创业了对不对 这个可能也跟个性有关系 我自己还是愿意去尝试一些这个不确定性啊 去尝试一些更大的可能性 OK好 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播了一个我一个这个嘉宾 我经常访问的一个嘉宾 他说这个iClick这公司怎么怎么样 我想大家我不要再重复 其实很多观众听过威盟 很多观众听过友赞 但是很多观众没有听过iClick 包括我自己 然后呢我是后来发现你们之后 约你们做访问嘛 然后发现哦原来你们是跟威盟啊 友赞都是很相近 而Alice奥说 其实因为你们在NASDA上市 香港人可能不了解 但是其实你们的这个营运呢 你们的这个profit 就是那个这个revenue 收入啊 其实跟威盟都差不多的 不过先没有讲你们整个business 因为我们下一集 会请到主席Semi来讲 其实我想知道 你可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 什么叫小 你们是通过小程序 来到帮客户做事的吗 所以到底什么叫小程序 然后是怎么样运作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 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们iClick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哈 我们呢其实主要是一个2B 就是为一些企业为一些品牌提供一些这个SARS解决方案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SARS解决方案呢 可以比较通俗一点的来讲 比如说很多品牌啊 他要想在中国内地做生意 他有这么几条路 那比如说Estee Lauder 他想在中国做生意 那么一条路呢 就是在中国这个很多的一些城市啊 然后很多的shopping mall里面去开店啊 开这个不开柜台 这个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很常见的一条路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中国这个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快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用微信 所以的话还有一条路 就是这些品牌啊 他们会在网上去开自己的店 那么在网上开店呢 其实有几种方案 有一种呢 就是利用现在中国比较成熟的一些平台型的一些店商 比如说阿里巴巴呀 淘宝天猫啊 或者京东啊 在这些平台上面去开店 那这些平台呢 就好像是一个一个特别大的这种shopping mall 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品牌去开店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主要推的这种方案 就是在微信的这个体系里面 因为可能大家知道微信呢 是大家用来聊天的一个工具 但实际上在国内 微信已经它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这个了 就是不仅仅人们可以用来聊天 也可以在微信里面去给各种品牌开店 然后吸引消费者到这个店里面来消费 那这个模式呢 其实我也可以在这个手机上给大家这个演示一下 是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好的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很多观众知道微信 但是其实我们不停的说 小程序 SaaS 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我觉得今天呢 请唐总呢 或者唐博士呢 在这个手机上面 视频上面 告诉大家是怎么样运作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在微信上面 怎么样帮助一些品牌 去开它自己的这个官方小程序店 微信现在呢 在国内它不仅仅是可以用来聊天 也可以帮助品牌去做生意了 那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小程序 我们就帮助像 这个欧书丹啊 或者这个欧莱雅啊 这种品牌 就是你的客户 对 会帮他们这个开一个小程序店 这个是什么牌子 这个是欧莱雅 巴黎欧莱雅 那么这里面呢 你就会看到啊 它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商品啊 这个都会在这个小程序里面 把它这个陈列出来 然后你任何你感兴趣的商品 你点一下啊 就可以进进到这个商品的一个说明啊 包括它的价钱啊 它的这个一些这个说明啊 它是适合什么样的呃 女性啊 适合什么样的也这个特性啊 当然这个我不太懂啊 那然后呢 你如果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把它加入购物车啊 OK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购物车里面 好购物车里面 你看我们已经加了三份啊 这个产品了 那如果你有真的想要买的话 你就去去付款就可以了 明白 那么在微信里面 其实这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商业闭缓 你就可以直接这个 作为消费者就可以把它那个下单了 然后作为品牌方呢 你只需要再找一个快递公司 把它那个快递给你的消费者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客户提供的这个小程序 那么我同时也说明一下 因为有了小程序以后呢 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就是你开了一个店 但是这个店呢 最后还是需要有消费者不断的进来 他才有可能产生交易 所以怎么样让消费者进来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广告 去把这个消费者引导过来 那比如说在这个微信里面 其实一个很常见的 就是大家经常用的是朋友圈 就是每个人呢 你都会去看你的朋友 他们推荐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分享了一些什么内容 然后你就会进去看一看 那这里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我进到其中的一个内容 这个其实就是金融方面的一些研究 文章 那我看完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在这个下面 这些文章的下面 它往往会有一个广告位 这个广告呢 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 帮我们的品牌方投放的 那这里面呢我们会分析啊 这个微信的这个所有者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我啊 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一个中年男性 啊 那么这个我可能这个 被分析出来 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所以在这里面呢 可能投出了一个茅台的 茅台的一个广告 应该不会 对 我的微信应该不会推茅台 对 对 有一些呢 你的微信就会推茅台 对 就针对不同的人 这里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产品的推荐啊 所以呢 那比如刚才说的欧莱雅啊 这个欧书丹啊 可能就会推给一些这个女孩子啊 她们比较喜欢这个护肤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帮 帮助品牌引流的这么一个逻辑 这就叫精准营销 是不是就这概念 对 这个就叫精准营销 通过对这个人的分析啊 我们target到具体的人 把广告推过去 然后把人引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来啊 引到小程序里面来呢 那么对于品牌方来讲啊 那么就会这个不断的产生交易了 明白啊 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 嗯 我觉得刚才讲的很好 但是我有个问题哈 就说你是你们 其实你们有很多大的品牌 有什么png啊 麦当劳啊 Acilot啊 L'Occitane啊 都是跟你们合作的 然后但是 其实这些品牌 它可以直接在天猫上面 做个旗舰店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小程序 这个腾讯 你们是跟腾讯合作 你们的广告已经是他们的头三位了 跟他们买广告对不对 那你们为什么这些大的品牌店 有个旗舰店就行了 为什么要通过小程序 通过你们来到卖他们东西呢 这个分别在哪里 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应该说啊 中国有一部分人是上这个淘宝天猫京东的 但是还有更多的人 他们用比如说用腾讯用微信 啊用这个抖音快手 bilibili等各种各样的APP 那这些人的这些时间 其实商家在这个天猫淘宝和京东上 是触及不到的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消费者不上天猫不上淘宝 那么他上微信 或者是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些网红的平台的时候 我们同样能把这一部分消费者把它抓过来 啊就像刚才威威提到的 我们因为对这些消费者的这个人群画像 做过一些分析 那么对大数据分析 那么当你是一个男性啊 25岁这个又是这个 这个可能经常喜欢在北京和香港之间 travel的这样的一个商务人士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给你推荐一些理财产品啊 或者一些比较匹配的一些 比较fancy的一些汽车啊 啊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比较合适的产品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 这个00后的一个这个小女孩 那么很可能我们会给你推一些化妆品啊 啊这样的一些品牌 所以首先基于对人的了解 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较准确的这些消费者抓出来 然后把比较合适的品牌推荐给他 然后把这个人引导到这个小程序里面 来产生这个进一步的一个交易 那稍微概括一下的话 就是说啊 应该说就是天猫淘宝京东 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消费习惯 就是在一个网上的一个消贫末的一个消费习惯 但是还有很多人他开始他并不是为了消费 他是为了哎呀在这个bilibili啊 这个视频里面去看一些这个内容的 或者是在微信里面本来是看一些这个 朋友推荐的一些公众号的一些内容的 那么在这个时机我们同样有机会 把他们引导到小程序里面 来产生这个交易 这个是跟淘宝天猫不一样的一个场景 明白 你就说这个淘宝天猫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会大数据来推我喜欢的东西 就各自有 但是你觉得你们的这target 这client呢 是主要是玩腾讯 或者其他媒体多的 那我在想就是 如果是天猫或者阿里巴巴 他们也做这种小程 或者是SaaS这种服务的整个的跟进的话 那对你们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这个其实是商业模式的不一样 像这个阿里巴巴呀或者京东啊 他们其实已经固定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的一个模式了 所以他们的基本的逻辑就是要把所有的流量 先引到他们的平台上 然后呢让这些商家就是被动的去接受这个购物 或者不购物 而且大家也知道 其实国内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互联网的生态 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割裂的 就是腾讯跟阿里那是很难合作的 腾讯其实不可能说允许阿里 在腾讯的这个流量里面去开店的 所以这就给 但是腾讯支持这种各种各样的品牌 他们自己去开店 但是各种各样的品牌呢 他们自己又没有这足够的专业能力 所以就需要像我们iclick这样的这个技术供应商 我们帮他提供这些开店啊 并且引顾客过来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在这里面我们帮助这些品牌运营起来 当然我们自己在这里面也能够赚到钱 跟品牌这边产生收入 明白 但是比如说像国际这么大的公司 我在讲那几个P&G 麦当劳他们在大陆都有他们的总公司 而且是不少的人 那他们也知道腾讯怎么样做 甚至阿里巴巴怎么样做 为什么需要经过你们来帮他们卖东西 他们自己完全可以有个期间店 有个小程序说这是我自己的小程序 干嘛通过你们iclick呢 这个里面呢其实最后啊这个我们 即使是我们帮这个 阿里巴巴或者各种各样的品牌 我们帮他做的这些这个小程序啊 最后的所有权ownership 还是属于品牌的 我们呢在这里面我们的这个 跟他们的关系是我们是一种技术供应商 另外呢我们也提供一些这个运营的这个方案 就是说你设计了一家店啊 你把这个小程序的店开好了 但是没有人来也是没有用的 你最后还是需要不断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大数据的分析 把合适的顾客给你引导到这个小程序来 你才能够产生很多的这个GMV 很多的这个交易啊 所以的话我们的在这里面呢 我们第一我们帮你装修这个商店 帮你提供这个小程序商店 我们是可以收费的持续的收费的 你要使用我们的产品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帮你引流 引来顾客 产生不断的这个交易 我们也是在这里面要抽成这个收费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 那品牌呢 其实每个品牌 它通常它的特长是做自己的产品 比如说我是做化妆品的 我的化妆品做得很好 但是不代表我知道 怎么样去运营这个线上的这个商店 其实哪怕它在线下 它也会用很多供应商 比如说你要帮我选纸啊 你要帮我装修这个柜台啊 它也是需要有很多的供应商的 那么在线上也是同样的逻辑 只是在线上呢 生意更容易规模化 所以我们能如果我们能帮Estee Lauder做 我们当然也能帮什么欧莱雅啊 这个欧书丹啊 各种各样的品牌 我们都能帮他们做 我们就更容易规模化 另外我觉得也是很简单的讲一讲 比如说好像威严大义或者是Sun Channel 我们想打入大陆的话 其实很头痛的问题 我们放在哪个平台 我们知道有什么Bilibili 我们知道有抖音 我们知道有腾讯视频 我们知道最近还有小红书 这个小红书也很有趣哈 就是说很多的视频啊 喜马拉雅是Audio 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些网站 然后我不知道从何入手 就是一个香港媒体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宣传我 那其实一个大的品牌 对中国 其实你要它真的很了解中国市场的话 其实也是你们做的最专业 可以这么说吗 对的 因为中国的媒体生态呢 就像威威说的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这是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人口基数 消费者的基数非常大 所以大家的喜好还是各有一些差别的 所以这里面呢 大概呢可以分为这么几类哈 有一类刚才介绍过的就是平台型的电商 像阿里巴巴呀 这个淘宝天猫 还有京东啊 还有一些呢 是偏媒体型的 就是帮助这个消费者 制造一些内容 帮助他们去消费的 这里面包括一些长视频的平台 一些短视频的平台 一些网红的平台 还有像这个社交为主的就是微信啊 这样的社交平台 那么再具体一点呢 你像这个呃 长视频呢 就是啊里面有比较完整的这个电影啊 电视剧啊 那中国现在目前主要还有三家 像腾讯视频 爱奇艺 和这个优酷 对 那么这几个呢 其实主要是一些原来喜欢看电视的一些人啊 他们会去关注这些长视频的平台 可能是以中年人为主 那么短视频 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形式呢 其实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好另外呢 我想给大家这个看一下 就是中国比较复杂的这个短视频啊 网红这个生态 那现在比如说有很多的人都会用这个像抖音啊 快手啊 bilibili啊 小红书啊 那我们以小红书举一个例子 小红书呢 这个平台呢 其实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95后的女孩子 用这个这个APP 所以的话 啊 它其实特别适合像化妆品这样的一些品牌 在上面做推广 那么你一旦打开小红书这个平台 你会发现啊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女孩子喜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 那么比如说 哎 这里面有一些化妆品的一些这个推荐啊 啊 啊 有一些这个化妆品的一些测评报告啊 那么他们就是有很多网红或者很多终端的用户 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啊 分享给其他的一些用户 嗯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有一些是隐形的广告啊 啊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跟啊 ST Lauder合作 那么我们就会帮他的这个品牌去做一些植入性的一些说明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 微微在这里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可能是ST Lauder你给我钱让我帮你推的是 对这个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啊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这些网红和主播呢 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内容的调性 他们会选择适合他们的品牌 嗯 通常就是这就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商业闭环 那对于品牌来讲的话 就通过我们iclick 我们也可以呃 在这种小红书这样的平台上面 帮助他们导流到他的这个 比如说小程序商店啊 去产生进一步的这个交易 啊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对内地的媒体 非常了解才能做这个事情 就你香港人 我是中国人嘛 香港人都很难理解 就一定要内地人真的很熟悉内地这个情况 对因为内地的这个媒体环境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复杂而且变化非常快 对 然后你像bilibili啊 他们就不太一样 bilibili呢这里面它有很多 比如说一些这个卡通 男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平台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适合男孩子的一些护肤品 可能在这里面会更加合适一些 哈哈明白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好这个很有趣哈 这个小红书其实 我是来到深圳才知道 因为bilibili啊抖音啊 全部人都知道 但是小红书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最近才知道 哎小红书好有趣 我一看哇两亿的用户 然后又是短视频 然后这个我觉得香港已经很out了 就是我在香港 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OK 讲回你刚才那个很有趣的话题 就是疫情 疫情 其实你们可以帮助 如果香港的朋友 有很多product要卖的话 其实就可以你们帮他在腾讯上开个小程序店 对我们可以开一个小程序店 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媒体 把合适的人群给他引过来 其实就这些人就可以在小程序上直接产生交易了 就像我们刚才在视频里面演示的 这个在小程序上是直接可以付款完成交易 你这个作为品牌方呢 你只是需要线下找一个快递公司帮你发货给他就可以了 明白这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这令我想起你们在今年 过去上市三年在今年开始盈利吗 对 而且你们的今年业绩是怎么样可以透露一下吗 我们呢 其实目前啊 我们主要分成两种模式 有一种是精准营销的这种生意模式 还有一种呢就是基于SARS 就是刚才说的帮助各种品牌开店的这个模式 那我们SARS这一块业务呢 其实增长的非常快 我们19年这一块SARS的这个业务的revenue大概是1000万美元 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发的前三个季度的这个财报 前三个季度的这个revenue相对去年已经同比增长了168% 哇 那么全年我们其实也给了一个guidance 我们估计全年都能增长个150%的这个水平 也就是接近triple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三倍 对 就在SARS这一块 SARS这一块 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收入的规模呢 2019年我们整个的这个revenue收入的规模大概是2亿美元 然后呢今年2020年哪怕是在疫情之下 我们仍然是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 今年整个的就是包括两部分所有的这个revenue 今年的规模应该在2.5亿美元左右 OK 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我们这个访问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他们做的这个SARS其实也做的非常成功 然后在这个他的这个客户就是这个iClip的他们的客户呢是其实比威盟或者友赞要大 就是威盟友赞的就是中小型就是几千几千家嘛 你们是重视国际品牌大的这个商家 然后呢你们很早做这种精准营销 是不是因为你们SARS做的比较晚 所以这个香港的这个投资者就好像意味着就SARS SARS有这个帮助这个商家怎么样来经营就是精准营销 反而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是这意思吗 所以你们这个股价被忽略了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些需要补足的地方 因为我们最早呢公司是从精准营销开始做的 因为这个我们感觉也是随着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这个发展这种节奏来的 因为我们最早的09年成立 那个时候呢其实SARS并不特别重要 因为当时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人口红利特别好 所以当时呢许多的这个品牌或者商家 他们就是简单粗暴只要买广告就好了 所以最早我们就给他们提供广告营销精准营销的解决方案 但是随着就是尤其是我们上市17年上市以后啊 这个中国的人口红利其实慢慢的也减弱了 所以这些企业越来越重视说我要在线上更好的运营了 我要服务好我的存量的这些顾客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SARS就越来越重要了 那我们也比较适时的就是推出了我们这种SARS的这个产品和整个的业务 并且这几年也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发展和验证 当然在这一块上面呢 因为微盟他们可能服务中小型客户 那么产品推广的更早一些 所以在这个方面可能他们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相信啊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 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客户会变得更重要 因为大客户他们的付费能力强 然后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意愿现在也都非常强 所以长期来看呢这个客户群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客户群 但是单从Profit Margin来说的话 是中小企业Profit Margin高呢还是大企业Profit Margin高 这个里面我觉得比较难以做出一个统一的判断哈 因为总体上来说这个大企业呢 他可能大企业就这种大客户他的bargan power比较强 所以在早期呢有可能这个跟大企业做生意相对来说是会 这个就是价钱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劣势 但是长远来说呢大企业你进去以后你可以给他提供越来越多的这个产品和服务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反而又有更高的一个空间 所以从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说 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当的啊 但是这个就要看最后你的公司是主要是服务什么类型的行业啊 什么类型的这个企业比较有特长 那么往往你就会站住这一块市场 那么站住以后呢就是一个长期可以发展的一个生意了 嗯明白 你们这刚刚是做个配股哈 这个你们筹集的资金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用途呢 对我们其实今年9月份刚刚做过一次这个follow on配股哈 我们后面呢其实呃主要是两方面 一方面呢我们会加大SARS解决方案的一些产品研发 啊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这个产品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通过投资并购的一些方法啊 啊加快我们在SARS领域的这个发展啊 啊可以更多的这个把这个业务啊 把这个产品方案能够更快的做上去 嗯你们将来会不会也会针对一些中小企业呢 就是比如很多香港中小企业也想打入大陆市场 你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呢 就是我们当然没有matonel png这样的size 呃确实是这样的呃 呃因为呃中小中腰部的这种企业 其实也是我们呃很重视的一块市场 我们其实就是刚刚在上个礼拜 我们发布了我们的一些标准化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中腰部中小型的这种企业客户的 那么相对大企业来说就是我们给它的是一个标准产品 就是我们不会给它做定制化的 一些大企业可能会稍微会需要一些定制化 但是这些呃中小企业的好处是它的这个规模更大啊 啊这个企业数量更多啊 啊一旦推起来这个规模更加容易这个增长 所以后面呢明年这一块我们也会投入这个 这个比较多的一些资源来做这个市场 那么上集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集呢我找到呢集团的主席啊 其实是香港人的很厉害的 那么整个集团的成立的过程啊 他们将来未来的这个方向是怎么样 会不会来香港上市呢 下一集我们再讲 谢谢你唐博士 谢谢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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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唐博士